音乐原计划已经接近收官 这个节目给我的总体感觉属于近年来 音乐综艺相对最不作妖的节目 毕竟具备的痕迹很淡很淡 也基本尊重歌手和词曲作者 这真的值得肯定和称赞 回归我看节目的侧重点还是回到周深 这个节目除了舞台部分 很多时候是没有主持人的 看得出来周深在串场上承担了一部分的职能 且给人感觉游刃有余的感觉 您和这个新版本感觉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 您刚拿到新编曲的 这是不是一开始是很适应的 肯定啊因为我从我那个编曲里突然跳过来 突然跳过来对 你的印象太深了 对啊就等于说被洗脑了 就像你习惯了用糖炒西红柿炒鸡蛋的人 突然吃了一个用酱油炒西红柿炒鸡蛋 对对 是哪首歌是你做的最痛苦的 没有都很都很都 都很痛苦 没有分乱剪的呀 但都很痛苦毕竟你和这个歌手太多了 没有没有 还没有都快合作完了 最新一期特别明显 刚刚过去的第八期 周深用语言轻松的化解尴尬且不露痕迹 记得是节目刚刚开始 听创作人的呆梦时 其中一首歌曲结束 有一个歌手就来了一句副歌很一般 镜头扫过 大部分人都很惊讶的看着这个歌手 而周深则毫无痕迹地接上去说 这首作品的作词特别地打动人 类似这样的意思 其他歌手很快演展开去讨论 这是一个成熟主持人的技能 不让任何一方的话掉地上 也不能让一个人成为话题终结者 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另外想说的是 周深的另外一个隐藏技能制作人 连接中 视频也提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关注过这几首歌 会发现周深参与了所有自己演唱曲目的制作 这方面的才能 在蓝台天色中也是有体现的 在这期节目中 周深第一个演唱 唱完之后 薛老师就说了一句 周深唱歌就是他自己独有的特色 其实这跟我们听惯周深歌曲后 有时候会觉得其他歌曲处理不够立体或丰富 这就是一个人的风格 而周深则因为vocal太过于出色 其他的特长则被这一光芒给掩盖了 无论从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学习 看过周深演唱会的人都知道周深有弹钢琴的演唱 而每当这一部分他都会说他很紧张 也从来不会回避自己学习钢琴比较晚 且弹得甚至不如很多孩子 但他愿意学 愿意呈现 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成长 所以再回到这次 这首歌曲是作者刚刚北漂的时候的作品 但他和周深的同力合作 让这首歌曲不只是呈现荒芜 同时有一种破土重生的感觉 撑破后会有欲聪聪的新希望 周深除了唱歌好听 还会多国语言 还能主持节目 海综艺感爆棚 周深还收获了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的 全年龄段喜欢音乐人的青睐 周深是检票人员小作文 遇到外接来的人听演唱会最多的 周深演唱会除了视障人士 竟然还有听障人士 这是出乎我的预料的 周深是那种能让路人 重复走进演唱会现场的牛人 周深是演唱会居最多的工 说最多的感谢 是在舞台上换衣服 只为同听众始终在一起的歌手 周深是在人生这短短三万多天里 让你一直可以奔赴的优秀的人 这就是周深 一直在解锁新技能的优质偶像周深 感谢观看